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不点名是最好的 谁都能上来摸一把 对吧 我们看到的海外这个群体 它是活龙活现的 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所谓的民主学校 这种校长 教主这一类的人 他们是直接把民主做成了产业 他非常希望人们认同他为职业革命家 以此他就可以不参加事务性的工作 他不用去整齐人 他完全可以靠捐款活动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通行的一些法则 它比如说慈善机构 它可以用慈善收入的10%到15%来支付行政开支 在大多数国家是合环的 但是有关于民主之类的捐款 很多钱是带着人们的期盼 甚至带着鲜血 自己不去找一份工作 一点事都不想做 就躺在革命的口号上 这种人我们看到了很多极端的例子 也不是一个两个人 真的不太容易理解他们 因为他们经常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笑容 我是最反光的 天下没有人比我更反光 你说天下没有人比你更神经 这个我上升 是吧 你体育特上升 你就跳跳霹雳舞就得了 是吧 你非要掺和证据 你说你反共没问题 麻烦你能不能不要讲第一呢 是不是 在你之前没有人反共吗 这个世界上 反共反的脑袋都掉了 不是一个两个 你算什么 还有一些街霸 他们定期的站在街头 举着标语喊着口号 过路的行人 拿他们当打靶是卖艺 因为人家根本听不懂他在干什么 你举着中文标语 你喊着中国 中国话的中文的这些口号 你在美国你在英国 谁他妈听得懂啊 我们还看到有在法国贴着英语标语的 大声的放文 这些反共的宣传 你不知道在法国有很多人为了保持本土语言的捷径 即便听得懂英文 他也不会用英文来回答你的问路吗 我们看到了写书写了几十年的这些理论家 他们天天开主谈会 动辞著著作等生 他们在分析着中共的每一个决策探究它的由来 你们是党史小组的海外办公室吗 一遇到热点新闻就去解读 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新华社已经发过通稿了 还让你解读一遍干什么 你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们可以在住在国寻求一些贪官的资料 寻求一些违反人权的 执行这些镇压的 这些官员以及他们的子女在海外 转移出来的这些张钱 甚至有许多钱 她是提供不出完税证明的 他们有很多财产是代资的 是不合法的 世界主要国家都有反洗钱 都有查偷漏税的 这些举报部 甚至你们还可以获得一些奖金 既宽裕了自己的生活 又解决了贪官 资产外逃 子女外逃的问题 实事不去干 老去做这种边外党使办的工作 有意思吗 还有一些大厂文的口号 他们说的非常著名的战斗口号 说的通行了一百年的标语 他说的每一句都是正确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叫正确的废话 三十年来我们看到了无数的这些例子 他们辛辛苦苦的组织了一道民主的产业链 大家翻墙过来 经常能看到他们的演说 他们的活动 但是我们从来就看不到效果 他们还经常的布鲁人 把国内各式各样的维权活动 甚至群体性的 类似于暴动的行动 都归咎于他们在背后的推动 除了获取民生 仰望 他们同时还大肆地寻求赞助 获得西方各籍组织部门议会 国会的补贴 职业革命家在抗争中确实有不多 清末民族的戴季陶居正就是典型的例子 他们是不打工的 他们只做革命的宣传和理论功能 这种人很少 而且他们有一些自身的人格上 可以让别人信任的东西 他们无论是文学功能 对革命的理解 对理论的阐述 或者说在贯彻的过程中 他们做了一些引导的工作 他们成功了 他们好歹清洗流了 现在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群人 他们获取了民生 获取了捐款 有些人甚至已经获取了外国国籍 他们在非常安全的地方 做着非常勇敢的抗争 我只能表达自己的意志 我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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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